小明玩手机游戏 处值了100美元 可以抽奖10次 他发现有一个规律 如果这次有抽到虚保 下次再抽中的几率是10% 如果这次没有抽到 那下次抽到的几率变30% 已经知道他第7次有抽到虚保 请问他第10次抽到虚保的几率是多少 那我在这里还很好心的付了这个 抽到再加上的几率是10% 学生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 如果他的书章图没有想象正确的话 他只会记得有一些分数 好像要乘一些东西 那你就会看到他拿比如说这个10% 对不对10分之1 然后乘10分之3吗 这样就拿数字就断乘 因为题目如果构造太简单 会变得好像你只要把看到的数字乘起来 就是答案 那这样子是我不希望发生的 这样子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去想象这个过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第7次有抽到虚保 所以我们故事从第7次开始 第7次是圈 已经知道是圈了 那所以其实第一次分叉 就是分叉第8次 可以吗 有重没重第9次 有重没重 有重没重 第10次 那其实呢我都会跟学员说 就是说我现在帮你画 是因为我不希望你卡在那边 自己又不画 然后又算不出来 但是其实是你们要有能力自己画 就是看到问题要 只要你三秒钟没做出来 都要自己画 你说我没有遇到过那种 不需要画树状图 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说起来不会到无法心算 他还是处于有可能被一个高中生 心算出来的 的这个程度 我有没有遇到过把他心算出来的学生 有 但是我遇到过更多企图心算 却卡在半路上的 就是说他其实如果画树状图 用我们刚才的流程就可以做出来了 结果就是不画嘛 他就是想要心算嘛 然后就什么都做不出来 那这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给个面子 自己拿一张 只做一下树状图 等一下来看看你有没有做对吧 那如果你树状图做完了 应该就可以给我答案了 所以按个暂停自己做 我们来做了 如果他第七次有抽中虚宝的话 那就是进入到这一个 这一次有抽中 下一次10% 我们写十分之一就好 那这个没中是十分之九 再下一次呢 所以如果你第八次有中 第九次那就还是那个前一次有中 再中的话是十分之九 可是如果你走第二条路线的话呢 那么前一次没中 下一次有中 是十分之三楼 就不是十分之一楼 如果第一次抽到 在这一次抽到下一次 在下一次抽到七宝的几率 会变成30% 那 那个 有的学生他会傻傻的 就是想说我要不要从第一次开始画 不用了 我们从第七次开始画就好了 然后就留意这就是为什么题目要写两段 因为你这两个的几率会 因为你从哪一种源头来而不一样 可以吗 那如果你刚才做到这里 你已经错了 那你现在就知道说他应该要怎么做了 所以再给你一个机会按暂停 自己重写第十条 所以这是有中的 有中的他就会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就像我们刚刚讲 因为题目问说第十次中虚宝的几率 所以没中的那个我就不写了 那前一次没中的后面中的话是十分之三 那这样子到底最后 第十次有中的几率会是多少呢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有没有人能够做到说他 文化树状图心算对呢 还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几乎就是这样子的人了 只是这一次 不小心没做出来 下一次我就心算给看 那我还更一个建议 就是说 介于画树状图跟纯心算之间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帮自己写出这个结果 我们最后 最后这个会让我们拿到 第十次有虚宝的路径 分别是 圈圈圈 圈叉叉叉叉 圈叉和叉叉 叉叉叉 也就是说我不要做树状图 可是我写这四个出来 我就有东西可以看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树状图遮掉 那你知不知道圈圈圈的这个几率是多少呢 如果你刚才 这个我就当做你都没有跟我讨论过 现在如果能够做对还是算你心算对 这个能不能够写出圈圈圈这条路径是多少 对不对 那注意 因为他第七次是有中的 所以第八次中是十分之一 第九次中是十分之一 第十次中还是十分之一 这是一千分之 对不对 这个呢 这个是第一次中是十分之一 那么第二次呢 因为他前一次有中 所以这个没中是十分之九 然后因为这个没中 所以这个有中的几率是十分之三 如果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我们刚才都已经讨论过的情况下 现在再让你看着这三个 我也写下来给你看了 你的这个几率还是没有写对的话 接受我良心的建议 下一次不要再心算了好吗 那就代表说这个问题其实比你想象的复杂嘛 对不对 你已经看我做过一遍了 我也给你一个这个休息站 你可以看着他去想我们要写什么的 如果都没有写出来的话 那么在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是没可能的啦 对不对 不是说这个瞧不起学生啦 那这个所以这个呢 他是其实学数学 尤其在我们国中跟高中的阶段 如果你有点进去有熊老师的那个FB粉丝页看 你就会看到我的粉丝页的业媒 就是最上面放了一句话 就是数学是为了降低 对智能跟记忆的依赖 如果我们学数学一切都靠心算 都靠天才 那高中老师不用教啦 就是挑几个可以保送的那种 直接去台大数学系念就好了 那我们本来就不是为了 这种超级天才而设计的课程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去寻找 降低对自己的智能和记忆的依赖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智能和记忆用在处理更难的题目 用在这个联想创意和验算的这些部分上面 来所以这个的话是多少啊 第一个没中的话 因为第七次是有中的 所以这个没中是十分之九 然后这个没中导致下一个有中是三 所以跟在X后面的全是三 跟在X后面的全是一 这样我懂吗 所以这个是十分之九 跟在X后面的X是七 然后这个是三 对不对 是不是 111嘛 然后193嘛 然后931嘛 然后973 对不对 这样我们这题等于解两次了 可以吗 于是把它算出来 千分之 这样是多少啊 这个931是27啊 27两个是54 54加1是55 所以这里的部分是55 然后55的话 21乘以9 是189 这样子 所以是244 几率的话我们可以干脆写小数啊 0.244 你可以约分啊 你可以写小数 这样可以吗 P of A 就是A的几率是5分之5 B发生的几率是3分之4 那A连及B就是A发生或者B发生的几率是7分之7的话 那请问这个B撇一撇还记得吧 他就是不要的意思 所以也可以写一个小C在上面 就是说B不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那 第一个我们可以直接打我们就先写了 因为B发生几率是4分之3嘛 所以B不发生几率是4分之1 这个是A而且B 他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A而且B 那是怎么样 如果有人还记得的话 他是A不发生或B不发生 那到底是多少呢 其实一律建议 一律建议系列 一律建议画文字图 所以A的部分是5分之8 B的部分是 4分之3 A而且B是这个是7分之8 这样你就应该看得出来 你可以用这个比较常见的做法 就是说A加B 减掉A交B的话会是A连及B 还记得吗 我们写在这里 PA加P of B减掉 因为这是重叠的部分 会是 所以P of A交B 它其实就是 这个加这个减这个 因为你把它移向过去 然后把这个移过来 对不对 所以它会是8分之11减7 是8分之4 是1分之1 这样子也可以取得这个1分之1 或者我们不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因为你知道连及是7分之7 就说这整个是7分之7 的时候这一圈是5分之5 那8分之7减5是2 8分之2的话是 我们写8分之好了 不要约分 8分之2是这一块 同样的道理 8分之7减掉 8分之6 那8分之1是这一块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8分之5减8分之1 8分之4 对不对 同时这两个合起来8分之6 也算对 对不对 这样也可以啦 那然后外面是 就是全部减7分之7 是1分之1 所以到底今天要问的 这个是什么5分 它是没有发生A交B的 其他的他都要 所以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其他的他都要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这个这个 8分之4 所以你画出这个文式图之后 就可以直接全部都 解出来了 就不用再一直用这个 哪一个减哪一个这样子 这是什么 还记得吗 它不是P这个B 看起来很像减A 它不是拿PB减PA 因为这个是差级 B差级A的话是什么 是B减掉A交B 那这个蛮重要的 有很多人错 我们写一下好了 所以就是B有A没有的是这块 这块就是我们的8分之2 你从图上看就很容易看到 但你前提是你要正确的解读 这句话是B有A没有的 你才能够写对 要不然画图还是不会对 那这个是A没有 但是B没有 也就是说没有A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有A的 有一部分是没有B的 它是A没有去扣掉 有B的那些 就是要A没有 但是B又没有的 所以结果是这个8分之1 那你说如果这个要像这样写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它会是就是A'减掉A'交B 那因为A'交B就是这一块 所以剪完就是这个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这样的课上到这里